阿本自模範棒棒糖出道后 曾从事幕后工作长达8年 期间一度当上高阶主管 今年才回归荧光幕前 近日他发文透露不少朋友会跟他讨论工作问题 因此他决定公开分享 虽然这些方法不是万用的 但也希望能帮助大家 以阿本朋友的案例来看 对方从事业务性质的工作 本来是部门里的业绩冠军 后来被换到新的业务拓展领域 影响业绩收入底薪也被砍 让还要养家的他感到很烦恼 不知道如何跟老板开口加薪 对此阿本不建议打悲情牌 因为这是个人生活面对的问题 老板运营公司还是得顾全大局 更不能威胁不加薪就辞职 老板可能视你为不定时炸弹 开始寻找替代人选 他建议跟上司对摊时 说明在现有职位的未来规划 说明过去曾达到的成绩 最重要的市民奖金额 方便主管评估整体的预算调配 阿本也直言要是觉得前面两点很困难 那以老板的角度来说 也很难为对公司没贡献 对公司未来没想法的人加薪